堂上講的另一項就是 音準 你說你的音準不穩陣 音準不穩陣 但是可以救得到 如果你救不到這個才是問題 你給那個音詞做不準 或者你拉了一個不準 你不知道應該怎樣才是準 這個是更加大的問題 我覺得 如果你對那個旋律熟的話 那就會容易些救得到 用一把握一個四手指按下去 就知道是BFact 就是對對的音 就是要這樣去職聽 不可以經常用這個迂迴的方法 你用這個迂迴的方法 是不能夠 不能夠建立你拉琴的信心 不能夠建立你換把 你的左手感覺的信心 不能經常用一把握的 還有講不通 沒有理由你一把就有信心 跟著其他把握總是沒有信心 那你就想辦法 將其他把握 練到好像一把握一樣 你想一下你一把握為何會有信心 因為你對那個手指出到怎樣的音 和音色 是很肯定的 那你 我們就是要 令其他把握 都要做到一樣 如果不是呢 好像工具不齊 這樣 人家 正常 五個把握 好像五把螺絲批 這樣 但你呢 就只有一把握 肉才能用到 其他的那些 大小又不對 一會就掘了 有些連病都沒有 都不知道怎樣上 那你怎麼可以 給自己的工具箱 那裏 有這樣的工具 如果你懂得找 你一把握 可以找到 即是 那把螺絲批 是這麼好的 那你不是其他把握 都是這樣做出來的 你想一下你的原理 為什麼一把握 會穩陣這麼多 為什麼不可以 其他把握都是這樣 是講不通的 是講不通的 你如果肯練的話 你肯小心聽的話 是一定做到的 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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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拉 那你又試試看 整日拉 是不是只是整日拉 會有用 整日拉是其中一個因素 但不是主要的 你經常拉一個把握 但如果你不是用心聽 你不是去聽音色 手指的感覺 你不是連這些東西一起記住的話 整日拉都可以是不準的